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 洗漱完 有件重要的事跟你说 他还笑 是真没看出来我在生气啊 顾从辈 你为什么不肯跟我生孩子 不是 这种事情讲究气氛 哪有人那么直接在大街上说要生孩子 气氛 我拼命制造气氛了 但你还是叙叙我呀 是你自己被你自己的胎词恶心到跑啊 这都是理由 是借口 我现在知道原因了 你只是不想跟我生孩子 你有一个十七岁就认定的结婚对象 什么结婚对象 你还跟我装 我都知道了 你十七岁就喜欢上了一个女生 她才是你想结婚的人 那既然如此 你干嘛跟我结婚啊 还说是真心的 你对谁是不真心的 我认定的结婚对象是谁啊 我怎么不知道 我哪知道 也许是什么同学邻居青梅竹马 你们小男孩的心思是猜得到 我认定的结婚对象是谁 我自己会不知道啊 你知道 那你说啊 是谁啊 你告诉我啊 你看 你就不敢说名字了吧 我就知道你不敢跟我说 金蓉蓉 你疯了下的 你真的等我 顾从辈 你就是有 奇叹 喜欢的人 喜欢的人 会不会是星河的秘密 但从星空也不留痕迹 幻想我们距离 无法定制想你 你和我之间好像懂了个关系 带你去银河系 坠落在你眼里 不管几万里也要去星空旅行 云朵都喝了我无定的酒 微醺这杯晚风转走 还要上个小手的 一步小心撞到你的胸口 悄悄藏在了星星背后 我用世界和生命去等候 星空 我喜欢的人是你 只有 没有别人 遨游到了星空的尽头 我对大家 写我了吗 不信 我还是不明白 为什么之前你拒绝我 你那么直白 我怎么回答 或许不举字 不举字 不这么样 下来吧